立委贪污案越滚越大 其中李恒隆透过白手套郭克明 接触廖国东国会主任丁富华 还约在立法院旁边的一家咖啡厅 斩交汇款 人来人往完全没在怕 廖国东被查出了三次收汇 一共收了790万 还为了掩人耳目和办公室主任 欺三分账 但亲自出马来收取汇款的时候 被检掉掌握行踪成了犯罪证据 立委廖国东身穿黑色球衣 从球车走了下来 微微缩缩 紧跟在罚警后头 因为他知道媒体都在拍 不断闪躲 但再怎么样收汇市政明确 该面对刑则恐怕躲也躲不掉 捷警查出李恒隆透过白手套郭克明 接触廖国东国会办公室主任丁富华 以借款捐款和政治现金 当作借口行贿 其中李恒隆还抱怨拜托廖国东开公厅会 但会议记录不齐全 实在很无奈 还要郭克明跟丁富华沟通再沟通 才把钱交给他 当时白手到郭克明和立委廖国东的助理 约在这一家咖啡厅来交付200万元的汇款 但这里的距离立法院短短不到50公尺 人人进进出出因此也相当大胆 检方指出2015年年底李恒隆 郭克明丁富华三人曾私下会面 郭克明按照李恒隆指示拿100万元交给廖国东 之后约翰丁富华约在7号咖啡馆交付200万现金 去年12月廖国东更被拍到亲自在台北这栋商办大楼收取汇款 李恒隆找上廖国东就是要他在立法院提出法律修正案 施压经济部注销登记 好让李恒隆取得SOGO经营权 廖国东三度收贿790万 为了掩人耳目还跟丁富华三期分账亲自出马 但就是太贪心被掌握行踪成了犯罪证据 记者综综报道